故宫博物院 环境是非常宜人的 建筑是优美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故宫到底是什么呀 它一般特指的就是北京故宫 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宫建筑圈 故宫在北京城的中心就称紫禁城 是明清两代的皇宫 由明朝皇帝朱棣在永乐四年下诏修建的 历时十四年至永乐十八年最终建成 明清两代这里始终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新王朝的封建统治 紫禁城的历史才由此结束了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1961年国务院批准把故宫定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物 也就是说故宫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我们也是值得一看的 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故宫 那我们首先先看这篇课文是怎么带着我们去看故宫的 好我们今天进入先看看关于故宫 这个博物院介绍的时候会遇到哪些字词 然后再一起跟着这篇课文去认识认识故宫博物院 好首先迥然不同迥然相差很远的样子 形容差别很大很不相同 是吧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迥然有序指的是有条理有秩序的样子 什么非常的有顺序啊 一点都不混乱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词龙凤城祥 它这个龙啊和凤啊都是啊代表祥瑞的动物 其实就是指的某种事啊 或者某一个情况给人一种吉利喜悦的感觉 也就是啊一种非常好的寓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叫腾台 叫做亭台楼阁 亭指的是亭字 阁指的是阁楼 主要指的就是啊园林景观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故宫博物馆都能看到的 那我们认识完这几个词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故宫博物院到底是什么吧 首先我们通过默读课文 我们说一说材料1到材料4分别讲了哪些内容 好材料1是按照空间顺序 享乐得当的介绍了故宫的建筑及其布局供应 从不同的方面印证了故宫建筑群规模宏 宏大建筑精美布局统一的这个特点 高度赞扬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美和劳动人民的智慧 这个就是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介绍的第一部分 主要是介绍了建筑 我们看材料2 主要讲解太和殿因大火而在18年里始终是废墟一片 直至康熙34年才得以重建 梁九依靠对比例为1比10的木模型组建的放大制作 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 康熙36年太和殿才落成 第二个材料主要讲的是太和殿 材料3主要讲库公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以及2011年7月20日 故宫博物院实行四南向北单向参观的方案 这个参观方案也有所更改了 这主要是材料3的介绍内容 那材料4其实和材料3是一样的 它主要讲的也就是 库公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及它这个参观的这个方案图 只不过材料3它写的是一个像通知一样的 然后材料4是列了一个这种地图 主要检视的是这个参观的方案 并且还列出了一些已经开放的区域和未开放的区域 这材料3和4其实是一个现在的这种参观情况 和故宫的这种评价的一个概述 那就是这四则材料告诉我们的主要内容 那作者抓住了库公博物院哪些特征来进行描写的呢 首先是描写它的规模宏大壮丽 然后又描写它的建筑经纬 以及它的布局统一 对不对 就要抓了这些特点来描写库公博物院的 好 既然作者是通过三大方面来描写 我们故宫博物院的特征的 我们来看看每一个方面又描写了什么 首先从它的规模宏大壮丽 是描写了紫禁城的城墙 好 既然作者是同三大方面 来描写紫禁城的特点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宫博物院呀 特点这三大块每一块都描写了什么 首先它的规模宏大壮丽 其实它都描写了紫禁城的城墙 有十多米高 还有工程是成了长方形的形状 以及它的占地 它的宫殿 房屋都是非常多的 更重要的是城墙外还有虎城河 三大殿还屹立在高大的白石台基之上 是不是通过这些都能看出来 这个规模的宏大和壮丽 并且它还把太和殿 有主要的介绍了一下 它是故宫最大的殿堂 以及它的琉璃瓦 是吧 它的屋檐房顶都格外的辉煌 以及它这个红色的大圆柱等等 是不是都表明了它这个建筑的红大呀 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大块就是写了建筑的精美 它精美的是什么呀 是汉白玉石桥 并且它上面还有栏杆围着它 还刻着龙凤流云 方台两旁 还有盘龙金柜等等等等 这些是不是都描写了 它这个精美呀 每个柱子上都刻着这些龙啊 凤啊对不对 并且它还看得出来 这个垫顶上呀 也有一个大型的这个龙的图形 而且两房间还色彩绚丽 有各种样子的龙 并且啊 垫顶还按着一个大圆柳金宝顶 轮廓非常的华美 是不是整个这个无论是桥还是垫顶 都是非常精美的 构成了一个精美的建筑 然后最三部分就是这个布局统一 又是怎么写的 首先呢 它说的是啊 它有四座城门 城墙的四角之上 有有角楼 对啊 三大店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上 紫禁城前后两大建筑圈 基本一样 是不是就是说 它们布局非常的统一啊 是啊 对称的 而且啊 它们这个建筑的时候 都要放在中轴线上 把这些关键建筑 对啊 都体现了它这种布局统一 还有就是 我们继续阅读材料3的时候 发现参观时呀 要由南向北这样的空间顺序去参观 那我们能不能看一看这个顺序是什么呀 从天安门到端门 武门 汉白玉桥 太和门 进入三大殿 然后是小广场 然后前朝 内庭 御花园 顺真门 神武门 到景山 是不是就这样 故宫就浏览完毕了 从南到北参观的顺序就是如此 那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按着这个顺序去参观一下 好 整个课边主要介绍的宫殿 就是啊 太和殿 那它主要太和殿的哪些方面的情况 被作者着重介绍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 它的台积 修建的很高 是吧 并且设施奇巧 连排水管道 是一千多个原雕龙头 是不是 也从此暗示和渲染了 三大殿的地位之尊崇啊 是吧 通过台积 还有就是啊 它外观气势雄伟 对吧 还有它的位置和功能 也就是啊 说皇帝要举行 圣大典礼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说这个殿也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来介绍了太和殿 最后还有重建 是描绘了太和殿的重建 然后这些方面都描绘了太和殿 多方面的去突出了这个太和殿的形象 以及它的这种重要性 对吧 然后作者为什么要把太和殿 作为重点呢 因为太和殿是前朝 已经与整个故宫的重点建筑物 并且是封建皇帝行使统治权利 和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 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啊 它是在整个建筑群中还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作者就要重点介绍太和殿 是吧 一方面地位高 另一方面它具有代表性 所以作者选择了太和殿 整篇文章就是介绍了故宫的建筑艺术 说明故宫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群 散扬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令人惊叹的智慧和创造的才能 让故宫博物院多方面的介绍了这些 然后整篇文章是描写的故宫 老师觉得大家课下的时候可以再去查阅资料 除此之外呢 老师还给大家在这里列了一个诗 大家可以去积累一下 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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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